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斯比是等号 德格贝是乘号 这个看着文字你要列式子是一个很基本的能力 那么我之前在带小朋友 我真是想尽办法跟小朋友解释说到底应该怎么列式子 后来我就研究出这一套 我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列式子 所以你就学我这一套吧 这里有一个比叫做等于 长呢 它说是X 对不对 X的一半 一半叫做什么 叫做二分之一 所以宽会是多少 等于X的一半 少是写减号 少是 少啊 小啊 矮啊 轻啊 比较负面的正反面 它都是写减号 多啊 大啊 高啊 写正号 所以呢 长 宽啊 宽啊 这是宽 宽就会等于二分之一的X 减4 你写二分之X 减4 OK 你写二分之一的X 减4也OK 我们看一下这一小题 有一个等要三角形的底角是A度 顶角是几度 一个三角形它是180度 底角是A度 所以减掉两个A就会是顶角 三个连续整数最大的是X 最小的是多少 有一些提醒 它会说连续 有的时候是连续整数 有的时候是连续奇数 那么如果说它是没有规定的话 没有规定的话 我建议你中间的那个设X 如果说它有规定 那你就按照规定写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它没有规定 那么我们在设的时候 有连续三个的话 有连续三个的话 我们尽量设中间的是X 比它大叫做加1 比它小叫做减1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大部分的题目会跟你讲说 这三个数加起来会是多少 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个正负1 它是相反数就可以对销 那么这题因为还没有走到那一题 所以我们先不讲 我们先看这里 它已经有规定你说 最大的是X 最大的是X 比它小的是不是少1 再比它小是不是少2 所以最小的是X-2 看题目是怎么问你的 这里是整理 这里是乘号 不要把它看成是那个 所以因为这个乘号跟X很像 所以我都建议小朋友 如果说有符号的话 你的那个乘号尽量写点 比较不会说这个跟这个搞混 看起来很像 -32Y 除号变乘号 后面变导数 当然这个地方可以先负负得证一下 后面变导数就12 会变成64Y 这里是64Y